大家好,我松火球 我大概已经两个多礼拜没有碰相机这些东西了吧 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就是比较忙 然后之后又遇到一些让我觉得很心烦的事情 然后也有遇到一些有的没有的家务事啦 那比较重要的大概就是我的YouTube的盈利资格被听掉了 那盈利资格的最低底线是1000订阅跟24000小时的观看 好像是这样,我也没有记得很清楚 反正就是我的盈利资格被退掉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的所有影片都是不能盈利的 那除非等到我达成他的盈利资格之后 他才能再继续审核 然后才能再次审核我的盈利资格 他说这样可以比较保证创作者的有的没有的 但是我也没有看懂啦 总之就是这样吧 那有各种打击之下盈利资格又被拔掉 所以我现在最近就有一种提不起精神的感觉 所以也很久没有碰相机了 那还有再出片是因为我之前有存了一些影片 那现在也快用完了 那之前说要希望一个礼拜两支影片 那现在连一个礼拜一支影片都有点困难 所以以后就改成一个礼拜一支影片吧 那再更之后可能就会改成不定期出片了 那至于DIY的影片呢 就真的是非常的麻烦与艰难 场地天气拍摄 这种天时利益任何无一不可 那我平常又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去买材料 所以说我以后可能就不太会去拍DIY的影片 那会尽量多拍一些室内的影片 但我也想清楚了 我的兴趣就是车 没有错就是摩托车汽车能动的 脚踏车能骑的能动的能开的 我都很有兴趣很喜欢 但是我又不想做一个修车师傅 等于我不太喜欢修车这个行业 所以我没有打算要去修车的意思 所以那我现在在做的实习也不算是我的兴趣 但就是实习就一定要做 因为不做就不能有办法毕业 那没有办法毕业就有些人会说话 就是家里关系比较复杂 有些人会说话 所以大家都是劝我说等我毕业之后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那我目前也是先把重心放在实习跟毕业上面 所以拍影片的事情就算只能算一个消遣吧 那但是这点消遣说真的 做起来其实也是有点累度的 毕竟有拍过就知道拍摄剪辑 然后上传什么的都要花时间嘛 拍摄除非室内拍摄 室外拍摄 拍次可能就是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那剪辑一个影片剪接加上一些额外的字 然后还有把一些剪接地方剪好 还有弄音乐什么的 弄一弄可能要三个小时那么久 那输出的话基本上就让它边输出 然后我边睡觉就可以 所以输出倒是不是什么问题啊 那上传也不是问题 上传就是把影片放上去而已 那基本上 基本上这些真的还蛮花时间的 所以一部影片你们这样看 看起来拍烂烂的 然后只有五分钟十分钟的影片 其实每一片都花超过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以上的心血去制作它 基本上礼拜六礼拜日会有一天留给芒果啊 那我就只有一天可以弄 所以大部分的影片都是在那一天拍 然后平日每天下班剪一个小时 就下班回来休息休息完 就去剪影片剪一个小时 然后再看一些其他的娱乐 像是滑滑FB啊 看到YouTube啊 那平常就是这样做 但是我发现这样做压力越来越大 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 所以我大概已经半年多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好好休息了 那 之前 营利被关掉的时候 就有想过 这频道就有空有兴趣再做吧 那我还是想说我放不下来 毕竟 雖然订阅不高 只有四百多个人 现在是 现在是目前是四百六十订阅 那 收益的话是一直在讲底的 因为营利已经被关掉了 那自从营利被关掉之后 我也很明显的发现 我的影片的观看次数跟观看时间 很明显的就下降了 那因为YouTube 会比较推 有收益的影片 这个我之前收益打开的时候 就有发现 收益打开 收益一打开 影片的曝光率直接 几乎是两倍上升 那收益一关掉 影片曝光率又下降 下降超多 下降一半以上 总之就是最近各种学校的事情 处理不太来啦 然后 时期的事情 又死我的时间 实在是没有办法拿出来 那我在家的话 基本上这个家 是一个公寓 那公寓的话 你要拍摄 就最好要有棋楼 因为相机器材是怕水的 所以 而且基本上DIY影片一次弄 就会弄很久 所以都要有棋楼 会比较好 那工具也是很重 要从 公寓 我不是住在一楼 所以一定是往上 要坐电梯下去 那下去之后 还要搬东西去那边 那东西不够 你还要跑一整趟回去拿 说真的这太累了 我 光是要把东西准备好 就要花30分钟 那再下去 弄好再上来 可能用一用 一整天就不见了 所以说真的实在是 没有什么DIY的时间和空间 那也最近心情不好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DIY的影片可能就只到 下个礼拜或是下礼拜 就会全部结束了 那后面我也会拍一些有关 车的影片 就可能一些玩具的开箱啊 玩具车的开箱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室内的 用讲话类型的影片吧 或者是一些 加一些特效什么的 那 我仔细的想过了 虽然我已经半个月 没有动这个频道 但是我还是想继续把它经营下去 那 如果以后一千订阅的话 对它的订阅门可能是一千吧 如果以后超过一千订阅的话 我就再把盈利功能开起来 那 假如这事真的能做成的话 我也可能会多投入一些资金在上面 那 希望一切都会过去的好不好 那 以后 要用什么方法 再 做 我也 再想看看吧 因为毕竟 现行的 方法 我目前现行的方法 是不可能花钱解决的 因为我钱不可能 我不可能 我没有足够的钱可以用钱来解决这些事情 但是 我有想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 我就觉得 有点困难 对 那 可能 等两个月之后 我的资金比较充裕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再考虑看之后要做什么 之后 影片要拍 继续拍 回去拍DIY的影片还怎么样 那 可能就 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吧 毕竟这个难关 不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就没有这个频道的后续啦 那就这样啦 拜拜咯